嗨,你是否常常感觉到肩颈不舒服 或者是有人告诉你,诶,你有点小驼背哦 今天Gladys来教你三个简单的动作 来舒缓你的肩颈不舒服 以及改善你驼背的这个困扰 那很多学生呢,来找Gladys上课的时候 他都会说,Gladys,我这边好紧哦 我的同事说我驼背,我自己也觉得我驼背 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常常都会先问他说 你是不是长时间的在电脑前面 你是否常常维持在一样的动作 你是否工作非常的压力大 那通常呢,他们的这些答案都是说是的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在长时间的办公室 或者是长时间在坐着 低头看手机也是一样 那我们来看侧边 通常我们坐姿呢,都会非常舒服 所以说有点小驼背 然后电脑的音幕在前方 我们都会抬头 然后就是打字 或者是专注的在你工作上的时候呢 长时间的维持在这个姿势呢 会造成你的肩膀 你的脖子后方的肌肉 长时间的收缩 长时间的紧绷 当然 然后紧绷的感觉 会延伸到你的头顶上 甚至造成你的头非常的痛 就是头痛 OK 所以我们要如何改善 第一招就是用手去做按摩的这个动作 所以把你的脖子 把你的脸转向左侧 用右手两根手指头 我们这边有一个锁骨 然后你转得很远的时候呢 你这边会有一条肌肉 浮出来的肌肉 所以用两根手指头沿着那块肌肉呢 轻轻的压按它 抓起来压按它 两根手指头和三根手指头 到后面呢 是在耳朵后方 所以你会感觉到 后面会比较的紧绷 OK 就这样子小小的按摩 我自己本身觉得 我到了越上面越紧 可能每个人的酸的感觉 酸的地方都会有点小小不一样 OK 好 然后我们换边转向右侧 用左手沿着它 做一个按摩 动一动 抓着动一动 就是这样 非常简单的动作 但是却能够大大的舒缓 你的脖子肩颈不舒服 甚至能够改善你的头痛 好 这是一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脖子 好 长时间的低头啊 或是侧边啊 或是写字啊 头都会歪一边 同样的用两根手指头 连转向侧边 这边是我们的锁骨 这是骨头 锁骨上方有一个凹槽 有一个凹槽 那你就可以用手指 轻轻的压着 然后动一动 你甚至可以稍微用一点力气 把它往内压 动一动 然后去感觉 找到了凹槽之后呢 其实你就可以稍微 把你的脖子拉回来 然后动一动 啊 有时候 你的那个点 它会延伸到你的手指头去 然后再往上往后呢 你会 它甚至会延伸到你的背后去 所以我这个点 它会延伸到我的胸 大概到这边 非常舒服哦 其实 那你很痛痛的 但是又感觉到 好想再继续压下去 因为我知道它可以放松 所以同样的 这边 锁骨上面的一个凹槽 找到了 就可以松一下你脖子 然后轻轻的挤压 OK 这是第一招 就是用手座去做按摩动作 第二招呢就是用伸展 我们有六个方向 脖子的六个方向 第一呢转向左边 你可以用两根手指头 轻轻的拉过来 啊不要太用力哦 因为每个人的 特别是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的肩颈的活动度 可能还没有那么大 所以从小的范围 然后慢慢的推推推 PO个15秒 然后换边 推左右上 有些人喜欢用这样啊 其实都一样 下 用两根手指头 推着头后方 再来 耳朵靠近肩膀 所以肩膀不动哦 耳朵靠近 就让两个肩膀往下压 挺胸 感觉在这里 OK 侧边 然后换边 或者你也喜欢 还是用两根手指头 轻轻的压着 帮助 有点张力 把它拉开 把它拉开 解开 好 第三个动作呢 就是改善你的 圆肩的问题 那同样的 无论你是走路 或者是坐着 因为这个动作 真的很舒服 OK 所以我们第一 先把背挺直 然后两个掌心朝上 将你的大拇指 往外侧 拉开 让手肘维持在肩膀的正下方 因为只要你拉开 你的手一松开 你这边 肩膀的感觉就没有了 圆肩 我们的转肩肌群 是往内旋的 那我们要把 我们的肩膀拉开 我们必须把 手往外旋 所以挺直 你可以把这个动作做到 吸气 吐气 OK 吸气 吐气 前侧拉开 后面加强 可以改善 你的圆肩的问题 那你可以这样子做 八到十下 都好 有做好过没做 对不对 好 今天就到这边 三个动作 赶快去练习 拜拜